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其实也是比赛进行到第三局当中 现场观众们也是坐了非常非常的久 然后我在下面刚刚看的时候一直看到 RAW战队一直坐在那里观赏我们比赛 从下午做到现在了 是吗 真的 还坐在下面观看 哇 确实 怎么说呢 感谢有这么多人支持 是的 这两支战队员也感谢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的电影经纪的比赛吧 是的 支持这连赛对不对 对 说实话今天来到现场给我震撼最大的就是咱们那个航拍 非常的漂亮 从外面看我们的场馆 尤其今天细心的观众可能发现 航拍的时候我们的风云电竞馆 管顶上是写着这个ground fun 写着总决赛的英文字幕的 对 好 看到黄子也是往上路起身 EQ200到时候那是没办法 对 他刚才EQ的距离有点远 然后刀妹整好就借坡下驴 直接就回来了 其实对于这个大树来说 他的模型 从做以后感觉看起来总像很奇怪的这种外形 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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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攻击重演 又是 再一次攻击重演 没有敢打 没关系 Coro压力好大 我只是前两把表现得比较强一点 为什么要这么针对我 Coro这边有点苦的 连这两次麻辣江湖全部来找他 现在的话麻辣江湖蓝还没开 一直在上路 其实改版之后打野的节奏会变得很慢 是的 变相的就感觉就是一集团会变少了 而且反野的也变少了 这两波真的就是抓不到也是压得很低的 很多血线 这样下路 诶 这个草里没事也 貌似过来把草丛站住 常常也过来了 常常说叫你欺负我Coro 真是你这对Coro这么无情 我也得过来看一看你们 好 这个Q被大嘴走一走掉 确实大嘴在这个版本的生存能力又进一步得到了考验 因为随着打野惩健的修改 以及这个版本层出不穷的这种传送志愿型上单的出现吧 对于这种无位移甚至吃发育的AD来说很难受 直接开几步了 开几步了 这边炮是不想夜长梦多直接把截步一开 但常常也没有选择入侵 在发现只有二级的皇子的时候 这边蓝还没开啊 是的 麻辣香锅这个蓝的时间点拖到非常久 这样的话会让小鱼人第二个蓝拉得很晚 有点压力 对 无形之中会对小鱼人造成影响其实 下路的话 休斯塔大在线上 现在MOS一直想找机会去做一个 这个下路的先手 因为奶妈的血量非常的低 大嘴很聪明 大嘴藏在冰中 大一亿鱼小兵 找不到机会Q了 他应该特别想干这个奶妈 他血线直接是就死扶伤 把自己血线搞得很低 是的 这边诺言摸过来 下路是没有视野的 这个附魔的深寒惩戒的 对已经附魔深寒惩戒了 绕三角三角也没演 直接跳上来减速到 上了虚弱 直播看一下 没有办法没Q中 三QQ 两个Q全空 刚才深寒惩戒是减速到了 其实莫甘纳这个Q甩的有点着急 可以等芒僧惩戒的减速效果 之内的时候再甩 对 但这波还是很赚的 三个招呼是性能打出来了 对 虚弱闪现治疗全部逼出来 这样大嘴在 接下来的四分钟之内的生存能力 其实很有待考验了 这样 中路小鱼人打卡牌 现在长了 这边应该是现在你也去做一个眼队 然后找一条机会 确定打野的动向 这个眼位也是小鱼人到六的一波游走 要受到一个限制 是的 哎 这边的位置 只要看一下 还不敢打 还是不敢打 正好是一技能还进步到了芒僧 是的 没机会 现在这一局上来的话 King战队在前期的应对 还算都比较及时 哎呦 场场这边又来了 又来了 又来了 但是在眼上 草里是有眼的这个时候 那现在上读打得很开心了 就是大叔四无鸡蛋的推险 用技能消耗 然后消耗你把兵线压在这个位置 不怕你来抓 对 但还好艾尔利亚是一个水晶屏的出门 身上回复品还是有一些的 看这波 上来要约 才有机会 完了 大到最后好像伤害不是很多 不能再顶他了 完了这个大叔的失误啊 是的 刚才是艾尔利亚在 大叔多扛了一下 哎呦 下路大嘴被场长拍死 这个被动应该是炸不死 炸不死 手里有W 对 他在击杀助攻以后 刷新W是能跳走 这个炸也炸不死而且 刚才其实非常可惜的这边 是的 多扛了一下 该如果少扛一下就好了 这样的话Coro直接传送回线 是的 前期小一人是拿到一个人 第一条小朋友有点堪忧 但其实也不是很怕 因为他们阵容比较弱 大嘴前期的输出不是很高 对 我们要关注一下炮第一次回家的出装 我见过之前他打一把卡白 第一次回家直接做一个CD鞋 CD鞋 对 真的吗 这样CD鞋他第一个大招 他就能享受到减CD带来的效果 是的 但这一局先要光了 直接先要光了 先要光还是要打对线的 对 这波看一下 嗅觉非常敏锐的Coro 发现出来了 出来了两个这个感觉怪怪的 插个言插个言插个言 就察觉到了 这边艾尔利亚是已经有六级了 是的 这个大树的模型 这波要包这个Coro啊 卡牌开弹 卡牌开弹 这个大招在等皇子交EQ 皇子也深知这一点 没有交 反身交 没有EQ挑起 看这波贴什么 但是后面奶妈也是过来 奶妈包了过来 又是急步 又是急跑 这个救死扶上的急跑 我突然想到大树这个模型像什么了 很像那个峰会鸟的大鸟 你们自己看是不是 就大树那个模型特别像F4的大鸟 F4大鸟的那个大鸟 哪里像啊 你一会儿去看 还行还行 确实这个皮肤还挺像 主要颜色像 这样奶妈跑到下 跑到中路支援一波以后 大嘴刚才选择回家 做出的是小冰锤 静视 而这个崔斯塔大回家是直接出了BF大剑 对 看一下这边是在蹲到这边野生奶妈 大树这边很有可能会出那件新装备 他买了一个 直接上点啊 能完了要出世界 那直接死了 索拉卡的这个悲伤之处就在这里 不能给自己奶 又翠 逃生技能也没有 你没有禁锢到就没有任何办法 对 这边这个SKY的出装很有可能要出那个精装护腕盒的那个新装备 新装备 因为他做了 对做了饭盒 然后做了这个180的小猫 小猫 很有可能回这个 那个装备是要饭盒的 而且那个装备是有一个主动效果 我会队友套一个护队还有加速 然后加速爆炸 然后加速爆炸还有点 上路换血绑住 反身打一套 是的 取消大招炸一下 哇这个Q用的非常的精髓 把当面的下一波反打给阻止了 下路大嘴的日子就很难过了 随着小炮等你起来 以及摩根纳虎视眈眈在远处 一旦兵线推到塔下 而且特别是大嘴前期的一个过渡器 塔下补当很难受的 对 过渡器如果给对面建立的又是给自己 真的是难受上增加难受 而小胖在中路其实一直都非常的稳健 看出来 好 率先厂长把峡谷迅捷线打掉 提供一个龙区的视野 这波看一下视野争夺 好像是不想放 King这边已经是包过来了 看一下这波 但是还撤退很及时 艾尔利亚传送还有一段时间 这个龙应该是不敢开现在 不敢开 对 又有一个眼差 这个传送时间还要接近一分钟的 对面大叔有传送 对 双方打野都是再次做出了这个深寒惩戒 现在卡白是闪现一直在手里 而这边皇子又是没有六级 对他的威胁太少了 现在 上路两个人就是扯来扯去 现在十分钟才刷新第二个蓝buff 小渊很难受 是的 这一局的话感觉 角神的蓝buff终于可以拿了 虽然皇子的一个蓝打得有点晚 但是 有从比没有强 是吧 上一局那个蓝真的是惨 上一局都是看着别人拿的 对 对啊 这个是最惨的 最惨的看着没有 你拿了你不告诉我也好 我不知道也好 你在我眼皮底下拿 对你在我眼皮底下拿 很多事情我情愿被骗对不对 对对对 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你骗就把我骗过去 这个我之前 我觉得我说了有点心灵鸡汤了 我之前看了一句很有寓意的话 就是 人总会选择 不去说和讨论那些 他们没有能力改变的事情 就是 反正我也拿不到 那你别告诉我 我也不想去说这个事情了 眼睁睁的看到心爱的蓝buff 对别人拿走 这种自己心爱的女人 这说了有点远了 是的 长长又摸过来 哇这个下路有点叫呼不迭了 现在卡牌的位置 卡牌来找机会 那这个塔是直接让了 卡牌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毛三没有选择一起推这个下路塔 而是往小龙这边走 是的 现在刀妹的传送也是好的 好走到龙处直接回城 迅捷蟹的视野持续时间是已经结束 而现在龙区的话 双方在前期有一个视野的交锋 但并没有任何一方选择率先开龙 或者对龙做出一些想法 艾尔维利亚继续发育 身上三项两项在手 大树是果然做出了这件 这件装备应该叫正义 正义什么 正义荣耀 对 叫正义荣耀 是由这个护腕跟泛合合的 是的 但这样子大树的伤害就有点低了 对 这样就是 这些装备成长性是不如时光的 是的 而且时光为大树提供的是一个法强 以及法律之加成 但这个正义荣耀提供的更多的是一个前排能力 以及有一个主动效果 所以说开团能力 为团队做了太大的贡献了 自己现场就不舒服了这样打着 我第一次看到在新版本 在比赛中出这些装备是Loopers出的 对 Loopers 当时Loopers在中国打比赛吗 在中国打比赛出了这样的装备 对 德马歇亚杯 对 那看来你还看了我解说的比赛 对 后面阿控也出过 上了兵线过去 大树远员不太敢贸然上前了 现在 毕竟选择了这个装备 就选择自己的动向了 对 中路的话 卡牌还是准备先走一个巫妖之火 小胖到现在其实没怎么动身过了 线上他也是 线上不是很想放 那也没有地方可以 有特别有效的几人 全场飞了一个大招 对 就一个 是的 哎 又《高速我演》就飞上了 深首先拉到第三大招 飞上路 上路 聖剑流 但是这个时候盲僧过来先扛打 好的 这边 Bhar还跟就再给一个 换扛 全场一直没有赶上 三个人扛打还是很热 这个招还起下了 有点其立一口大 是的 还是 这边终于实力已经千成万苦 三个人各种花式扛打 你进我退我进你退收掉大树 尝尝一直看那个大树一直没交闪 他不敢先交出 大树刚才是正义荣誉给自己 然后被动回血奶妈给大 闪现尽塔 对对对 所以他真的已经做的人之意境了 其实这一波是King比较赚的 对一个小龙换一个命 对是的 而EDG和King也是两支 真的是仇怨很多的战队了 刚开始XCS联赛 我记得是1比2输给EDG 然后 3比1嘛 XCS只有3比1 对NEST是后面是3比1赢的 对 然后现在纪念赛 好 这边是EQ躲了 大招放空了 大招是天崩地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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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招完了 看下这招抠肉传送 此之前是放了一个大招 就是莫甘娜先死 大树传送过来 小炮击杀黄子以后刷新了 W排好都跳走 卡牌过来 卡牌是过来了 留谁 看我这招有鸟面杀 有巫妖之后伤害已经很高了 这个大招回血还很足的 那大树之多 拿着巫妖之后一张黄牌给个视野 真一眼 哇 好下血本 赶出球 反身一发Q 那现在小炮不是很怕 这里再肉眼 那还不好说 这个 有治疗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 就是 时光跟这件装备之间的差距 如果大树那有时光 他的伤害可能就足以回身换掉了 换掉一个小炮了 这只能说 没有办法 这个没办法 鱼和熊爪不能借过的 左有取舍嘛 对啊 左有取舍 现在看起来这场出时光收益很高 是的 现在大树是三项在手 那还需要继续做一段发育 套 套现在身上002还可以 卡牌其实这个英雄 在中期如果找不到不太好的机会去支援队友 自己做单带去牵制 或者在线上发育都是不错的 是的 是的 又是同样的味道 又是同样的味道 两个人过来 这波是被拥抱接Q完了 受到了麻辣香菇的香味 这一边的话是不太会让你再这么轻易的从我的也去跑掉了 是的 香菇感觉感冒还是对他的个人发挥一个很难的 你做什么事情 如果带着情绪做的话肯定会做不好 对 他们这时候已经有一些小小负面情绪在就是那种 但现在有着红buff的大左伤害还是可以的 是的 三下平点也是点了拖入很多的血量 大树想强劲开 但是留不住 又是开出正义荣耀 对的也是找机会去上头一波发育 小炮在推线的厉害 是的 来 EQ过去大招做卡牌 但是要被反秒的感觉 但是奶妈的奶好 奶妈这两头奶很及时 卡牌没有闪现 直接被收掉 这样很及时 这个麻辣香菇刚才 EQ大招做得非常及时 侧面小营人 有示意 这边大招给到再做一下 W直接收掉 这一波非常 这个大招 抓住了一个契机 他是在小龙入口的有一个视野 然后他稍微预判了一下 预判了一下 对 见面就是一个 见面直接给上小疫苗 而他就是那个 刀妹E的动画出来 他瞬间取消了 是的 这个时候Dev一直在偷偷发育 是的 那这一把 二塔推完之后还是比较赚的 这一波是赚了三个人头两个塔 好 那这样 中路二塔也被应声推掉 刚才是凭借着麻辣香菇一次很精准的中路抓 看这边有点危险 EQ 没有过来 这样的话 经济上虽然还落后一点点 但是防御塔的优势是稍微拉回来了一些 嗯 但感觉小营人的装备有点瘫 又是妖光又是大棒的 又想出 他想的是先把沙漏合出来应该 对 这边是出的稍微有点分散 而且 一个药光的大棒 一个药光的大棒 单剑药光的性价比没有那么高 应该还是先把沙漏合出来才想 那晴月直接先憋大棒 那晴月直接先憋大棒 然后这个药光的前期就可以花五百块钱 就可以合个精神了 作用很大 看一下他还是想通过药光的前期 稍微加一点爆发 确实药光的这个 受逐的这个效果 而且Def的发育非常的好 对 这家这个时间段是打野输出最高的时间段 是的 现在大嘴继续发育 哎呦 下路又来了 但卡牌开大 这两个人恩怨真的好声啊 D厂长过来拍到 闪见 奶妈已经可以拿大刀 直接收掉 对 虽然知道小一人古灵精怪 但是 但这边KING也是很快的志愿过来 是的 依然是能够杀掉 大树这边想留人 一个寿命的位置想绕 但我觉得 再走的话可能反被扑死了 这边大树没有机会 刚才大树不敢找机会上去留 不敢找机会 现在的话是KING先一条小龙 Divet很聪明 是的 Divet知道 Tristana在这个版本 并不如前几个版本那样 有 就是他技能被削弱了嘛 所以他前中期 他就被加强 但是攻速削弱了 对 他前中期又有更长的一段发育 所以Divet利用这个时间 就是 你们打我去发育 你们打 反正你们也打不起来 反正我们这边还是有卡牌的 支援又快 是的 这个时候Divet在 在上路完成几次的收兵以后 应该回家能够把电刀拿出来 这有点像OGN里面 就是Divet完成偷经济的那个时候了 所以打团的时候靠自己的一个走位 然后打回优势 15秒的时间刷新 刚才皇子在这边已经找了很多就做视野 但是现在这个地方不太敢去啊 河道漆黑一片 谁下都有点洋路不后的印象 小炮 有沙漏的小渊非常的自信感 非常跳 他现在对CV的威胁比较大的 是的 正常时候第二条龙的时候 小渊应该没有沙漏 但他因为出装的一个原因 没有做牛 是的 没有做巫妖 直接先做了沙漏 现在EDG有一个加速的加成 刀妹也是把线带过去 卡牌 好 这边要开吧 直接传送 想要看一个Q没有Q到 那传送取消了 这边传送是取消了 乃妈也是选择回撑 这个龙应该是要放了这样的话 乃妈这波回去是要做圣杯吗 这个龙应该是要放了 乃妈状态不好 而且刚才那一波的话 King战队并不是最好的形象 所以说这个龙给他没问题 是的 这样的话 小龙成功收入囊中 好的 现在二十分钟 双方各取一条小龙 在防御塔上也有 也是各推三错 经济上的话 EBG稍有一点点领先 这一局的话 King战队还是死死的咬住了经济擦 而且这样拖下去 其实比赛对他们来说 还是稍有一点点优势的 那看样子不打团的话 这个小人的出装也没有太大的效果 现在就是EBG想利用 EBG也可以稍微再拖一会 利用崔塔纳的高输出 然后利用卡牌去牵制 是可以打的 在中期的时候 崔塔纳现在身上应该很多钱 他这个装备保持很久 一时没回家 应该是想电刀攻速鞋一起出 看一下卡牌 现在是有电刀的钱了 一千多块钱 是的 这是有电刀的钱 但是还要编一个攻速鞋出来 木刚那位置非常靠前 应该是想取中路这座塔 强行打钱 这边刀妹是在带下二塔 上路一塔被推掉 但与此同时 有巫妖的话 点塔还是很快的 崔塔纳也过来了 没兵线 推下路 转下 选择非常多 看下上路的兵线有点尴尬 小人这边也是回去了 对 刚才从小龙一时 艾尔利亚一直在带下路兵线 这边艾尔利亚已经囤积了 不少的小兵 哎 脏活累活我来干 现在的话 其实King战队就是有一个 他们是有一个很好的目标 就是他们不太想找机会 跟你去主动打 不想跟你刚正面 他想等大嘴的 大嘴至少出个水 他们才敢打 现在大嘴还在先走破败 是的 对 但这两件 他破败和这个三项对单加成太高了 他这两件装备相当于别的ADC三件装备 确实因为大嘴在 W技能这个生化弹幕的最大生命值加成 以及无消耗的改动 再配合上自己E减速 R的超远距离 以及Q的减双抗 现在又有点像S2初期那时候 绿爪特别强的时候 对 然后那时候大嘴和小炮也是比赛的热门 是的 其实说现在的节奏这样拖的话 对King还是说非常好的 而King现在这个阵容 不论打先手反手 都有他的优势 而现在大多数小鱼人还是喜欢出这个CD鞋 对 现在的话 小鱼人在CD鞋的取始 其实不像原来 现在CD鞋出了更多鞋 直接开打到小鱼人 直接开打到小鱼人 对抖出之后闪现多少 对得有闪现的呀 好盲森这波 哇 这个操作是 小鱼人逸过来被对得秒推开了 卡牌 大队反身炸一下炸谁 想找这个卡牌 找不到呀 只能说 EDT这个打团战的拉扯做得很好 我刚才几发Q太精髓了 两个点的闪现都太精髓了 我只能说 拉扯距离太好了 炮在第一波被定住的时候 开出金身 规避掉一部分伤害 瞬间做出反应 往隔墙的一个角度去闪现 隔开伤害同时回身 你要打我就要追 被我的队友打 对 回身定住大树 而Dift其实在收掉对面大树以后 隔墙跳过去被黄子开 一直捏着闪现 等小鱼人进场一瞬间 他闪现拉开蓄力 小鱼人交易 他大招把小鱼人推开 而且摩根纳最精髓的两发Q 一个Q到小鱼人 小鱼人他被Q中不能易的 对 所以是被小炮先打了一波 然后又是大嘴血当非常好的时候 Q中大嘴 是的 一波技能收掉 刚才那一波也是 无心没有办法被莫根纳Q到了 如果无心刚才那一波团 能存活下来的话 其实对于King来说还是更好打 现在大树的定位就有点尴尬了 就是一个超级冰的输出 是的 他基本就是没有输出了 前排的存在 基本上可以无视掉了 不打你就行了 那确实很硬 硬倒是很硬 他的几个BUFF还比较恶心 就捡你的攻速啊 加速这些 这几个状态 就是年后吗 恶心 毛森过来 卡白有金身的呀 这边小鱼人是首师大招 这时候对塔纳入场 这个输出位置太好了 看小鱼人想要收割 卡白没瞄 现在收割是一个一花二 没有人去干扰他 这个位置直接跳走 又什么用 哎 这个太乌了 哎 小鱼人过来 这边的话是大树这个当流 哎 漂亮的这边 又是碰住了 连着两下 连着两下 闪现上去 奶妈闪现 一脚挺会两人 场上这个大招给的 稍有点晚了 他刚才早一点 从开始就给他跑 是的 关键是大树连着两个爆 都是跟过闪现 跟过去了 对 跟过去了 这个大树只要动画效果出来 闪现是无法躲避的 King也是大致知道 这个龙刷音的时间 那不确定 先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又经历一波团战 现在King战队 把经济优势再次打回来一点 两千多块钱 先把这个迅接线打掉 免得一会儿离开了 我看不到 这波回去奶妈的干锅就出来了 是的 那样保人的力会很强 大树的输出会进一步提高 现在Dift需要把自己的轻鱼补出来了 自己在面对这个大树的时候 有压力了已经 大树又补了一个锁的甲 这应该是要做反甲了 做反甲 这应该是要做反甲 要么就是一年 看看局势 需不需要他的输出 奶妈这波还是没有干锅 差一点 应该差一点 合成价格是920 920还是840 反正差一点钱现在 主要干锅变贵了 对 全球看一下又要遭遇 这边没Q到 但EQ动画像我还是出来了 没调起来 而且好像用几个皮肤 用Fenetik的皮肤 黄紫EQ会快一些 对对对 我之前也听说这个 还有涂头勇士好像也会快一点 因为之前有一个关于PDD的视频 光速EQ 然后PDDEQ速度超级快 大家就问说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然后就有人说是Fenetik的皮肤 可能EQ稍微快一点 就是道替图说吧 好像是真的会快一点 一是好像是真的视觉上会快 小龙这边是再次被King在那收入囊中 那第二条小龙 还听说什么锐文什么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文码进入纪连赛专区 参与直播互动 对 放弃讨论 临近比赛结束 大家对今天的比赛有什么看法 对今天这场比赛有什么预测 都来 我们畅所欲言 直接开大 这一根大招 确定一下位置 哎呀 直接开龙了 看一下这边开龙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要放弃自己的高地 这高地不一定能被拆掉 不一定 不一定 有双鞋 有双鞋 叫做滑板鞋 有快速回车 还有 还有 还是破掉了 看这边能不能破掉水晶 水晶 水晶破了 守不住 看一下这边 常心出来 带着加油位置 直接流人 流人 这大树 哎呀 我的天 这怎么办 大树 正义由于给自己 三十大嘴杯点 无心这位置 有点危险 这边刀妹刷新Q技能 看一下这波 刀妹没死 点燃是点不死的 小关再次刷新他的打口 能不能减速到 好 这样场场还在穷追不舍 落单的来把 深含成剑 走位躲掉Q 没Q中 现场观众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但是场场还在追 再打Q又被躲掉了 我看他又QQ 还有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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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这个地方可以 可以粘住了 还被女王指令 减住了他 下一发Q 下一发Q 再躲掉 又被躲掉了 但是无上大用 连躲三个Q 对 当然这边 刚刚洗白的盲森又黑了 哎 你这个人好讨厌 我刚刚要说 这个跟场场的预判 有很大关系 你就不要这么说 主要是因为场场每波都在预判 这个奶妈会走位 走位 这个预判有关系 预判的稍微有一点差时 小英人这边机身 但是还是没得到 一秒 一脚踢回 但是没有伤害 感觉场场在追大嘴 大嘴 拖牌拉开距离 收掉场场 这一波又不好说了 大嘴还活着 小胖没有蓝啊 这个 KORU还没有走 抽了是 第一时间抽出来一张是红牌 蓝牌切到红牌切到 但是没机会 感觉KORU要被这个 胖引过来的害死 是的 哎呦 这边KORU有点惨 但Dift来了 居然是Dift来了 对 一下两下 两下倒击 哦 不上了 可惜没有muff 是的 刚才Dift是进场以后 直接把对面的 黄色收到 KORU还没死 小儿子没有找到他 这个 刚才找到不一定炸的死 小儿子没有正义荣耀 伤害太低了 大树现在伤害太低 对 关键刚才这一波 刚大树追那个小胖的时候 就那一丝血和磨免盾 追了半天都没死 刚才这一段时间高潮迭起 从下路一直追到对方 下路三连Q到中路 是的 达到现在这个中路的 外塔这个位置 是的 那这个龙buff 其实没有起到太好的效果 现在拥有龙buff的应该是 Dift还有龙buff 那个KORU没有 KORU还有龙buff 对 看一下Dift在这个地方 守住戴兔 他的现在solo能力 应该是最强的 除了这个除了反甲的 大树他不想打 哦 又摸到了 这边 让你躲我Q 让你躲我Q 让你躲 你躲过来 反应很快 微生阻断皇子 闯见 刚才这边是收到奶妈 然后过来 哦 爆炸 这边Dift的输出太高了 是的 刚才奶妈又是去作演 没办法 这个真的是 在中后期辅助 不得不面对的一件事 你必须去作演 是的 虽然人生很惨淡 虽然视野很渺茫 但你必须要去为团队作演 作演的时候 很有可能被这边打野抓 这个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看这团斯盖 真的是人气吞身到现在 我看这团斯盖 我看这团斯盖 真的是人气吞身到现在 有法车棒了 有法车棒了 这边直接强行吐响 小鱼人这边很难 一个E W 但小炮就跟W 刷新了 莫干达平A是追出去 把小炮追掉了 把小鱼人追掉了 这样中路也被破掉 Edee现在 小鱼人还有30秒的复活时间 看一下怎么办 有一个蓝色视频扫一下 他这一波不能上啊 看到视野被盯住 被Cue到了 这一波上了 是要拖延 因为兵线已经进去了 是的 家里的门牙已经掉了一波 现在局势还不是很明确 对 这边树野还难受了 大树进不了场好尴尬 没关系 叫你欺负我辅助 对 留了一个Mouse Mouse也没收掉 你先看一下这边 是小龙快刷新了 还有1分26秒 对 先把这个 胖 就是Mouse他玩辅助 永远就是这两件先出 干锅加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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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对面要是全AD的 对面要是全AD的 那就是别的 应该是什么 就是先干锅做蓝盾 冰心这种吧 冰心蓝盾这一类的 杀到也有可能 但他非常喜欢 就是可能他换到一队的这个 也跟他喜欢保DAV的有关系了 他非常喜欢保人 小龙还有接近1分钟刷新 看一下这一条小龙 这波的话 小一人没有法穿棒 有点尴尬 小一人刚才连续两波 他都没有打出任何效果 没能进场就先手被秒 而这个有着三件刀的胖 现在伤害爆炸 对 这个他只要管着打大树就行了 别人打不动我打不动 对 而DAV的主要是不打大树 打别人就行了 是的 两个人分工很明确 兄弟联手 七力断机 你打他们我打他们 现在小炮这样的装备 就差一个银血了 银血在手 那就是无解DAV的 但唯一的好消息 其实对于King来说 就是大嘴的水仪期待 已经做出来了 是的 这样的话 在加上干锅的宝源 以及奶妈的无限奶 是的 这个大嘴还是有无限可能性的 但就是怕直接被秒掉 刚才好像这个 自从奶妈躲完了 诺严的三个Q以后 对他仇恨比较深 对 他仇恨好深啊 厂长这个人有点记仇 我感觉 好 把迅捷蟹打掉 哦 中宫这边大嘴早就开了 这波反打盾给他很好 这波反打盾给他很好 哎呀 摩根他打出来了刚好啊 看一下这边奶妈在侧面 他仇恨想要保无心 保不住啊 无心的位置还是很好的 小一人这波进场没收过效果啊 被DIV推开 但是这边防派运助两个奶还是没有保住 大嘴直接被秒了 对 Coral这一波太果断 炮闪现没死 就看能不能杀掉了 杀了杀了杀了 杀了杀了 等死了 好这样的话 DIV在收大树 小一人刚才是 打了一波零换三 对 进场以后没有任何机会啊 直接被 靠着这两个人 第五载员第七身 然后就推开 现在跑到战场侧面没法进场 怎么选 现在是强行一波还是两波 强行一波 强行一波 强行一波可能会被小一人收割 因为他减CD 哦 主要还有黄子 是的 看一下这边 但是晕住了黄子 小一人一闪现 一闪现 直接秒掉了小胖 但直播塔就暴度在外面了 对 哦 这边对不对 打了小一人 就过来做死了 对 秒了索拉卡 秒了索拉卡 刷新跳走再刷新了 小一人也被收了 哦 这样的话就很难了 对 因为现在 没有 你又想硬点吗 对 大嘴还想 刷新W Divit这个点很难威胁到 哇 三下 直接收掉 剩下一个大树 再W过去 大树没有威胁力没伤害 大树有反甲 大树有反甲 有反甲了 反甲了 有反甲了 有法力护盾 如果现在大股过来炸一下 没办法 有法力护盾 法力护盾 最好还是晒盪了 终于 这个是生日蛋糕上的草莓 最后一点点踩头 在最后比赛结束之前 收掉了Divit 但是依然不能阻止自己的激励 好的 恭喜我们 EDD成为